这是韩国刚刚推出的真人版鱿鱼游戏 最后的生还者将获得三亿韩元的奖励 这一百位参赛者 占据了韩国体育行业的半壁江山 女士们身材一个比一个火吧 有韩国选美冠军 国家队摔跤冠军 世界级拳王金腰带 还有退役特种兵 不是健美教练就是瑜伽皇后 唯独这个女人例外 因为她的胳膊比我的腿还粗 马东西见了她也要退役三舍 男选手们就更不得了了 他们终有获得过金牌的体操运动员 国家队班手腕冠军 八角龙综合格斗冠军 还有服役超过十年的特种兵教官 总之来到这里的全是韩国体育界的扛霸 为了测试哪种体型是最强王者 一百个人被分为两组 接受最简单的测试 死亡之握 获胜的人不仅能够优先选择下一关的对手 还能挑选适合自己的决斗场 随着钢架缓缓下降 所有人都在寻找最舒服的姿势 对上肢力量有绝对自信的人 选择了双手悬挂 但绝大部分人则是趴在了上面 因为这个测试 对大体格的人来说并不占优势 测试刚刚开始十几秒 就有一名男人掉入了水中 在来到30秒的时候 体型较大的选手也逐渐出现了力竭 因为此时谁的体重越重 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随着第一个女人松手 其余的几位也接连落水 时间来到5分钟时 刚架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位女士在扑扑之城 她的姿势非常奇特 试图抱着大腿锁住自己的身体 但腌下的疼痛还是让她与冠军失之交臂 此时上面还剩下最后两人 一位是体操运动员 另一位更不得了 在水中爆破战队服役了15年之久 两人的身体素质可以说是人类中的佼佼者 他们都在盯着彼此的表情变化 直到第13分钟 体操队的选手选择调整下姿势 就在众人以为她撑不住的时候 超强的爆发力让她狠狠地秀了一把 但此时她已是强功之末 反观另一名爆破教官要比她稳健很多 最终体操选手还是输掉了比赛 第一轮比赛结束 剩余的50人开始了相同的测试 他们显然吸取了上一组的经验 平均坚持时间要比前50个人强很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重超过100公斤的选手接连落水 最终在12分钟的时候奋出了胜负 死亡之沃这个测试不算5个关卡之一 这个胜负是让前50名选手 有优先选择对手和场地的机会 因为接下来的交锋才是硬汉中的天花板 会被直接淘汰 第一位选手 选择了和自己体型相差不多的对手 战场更是定在了比较暴力的泥池 这片场地空间狭小 没有逃脱的可能 只能正面硬钢 在规定的时间内 篮球最终落在谁的手中 就能晋级到下一个关卡 率先冲出场外的是一名农夫 或许厌倦了都市生活 选择了龟隐山田 他的对手是一名舞者 两人都是猛男级别的选手 虽然农夫拿到了篮球 为表尊重 他把球扔到了一边 准备和对手正面厮杀 这种暴力的踪运 不得不说韩国艺人真的很拼 两人没有丝毫留守 随着舞者的奋力反击 竟然压制住了农夫 眼看到计时越来越近 舞者试图挣脱束缚去抢夺篮球 但农夫也不是吃素的 死死锁着他不肯松手 由于打了平局 主办方加长了一分钟的延时赛 这次两人都比较聪明 想第一时间抢夺篮球 农夫试图把舞者压在水里 池子虽然不深 但憋的时间久了一样 会有生命危险 舞者死死抱着篮球 就这样僵持在了这里 硬生生拖到了时间结束 第一轮的冠军是舞者 而农夫只能亲手砸碎自己的雕像 惨遭淘汰 第二场的两人选择了另一个场地 这对于僵尸舞蹈家非常有利 因为他的身体非常敏捷 在篮球争夺中 更是不小心撞击了对手的下巴 作为惩罚 篮球交于对方防守 尽管他速度惊人 但古尚可是拿过金牌的国家运动员 两人在这场追逐中结束了战斗 最终僵尸输掉了比赛 第三场是两名女搏击运动员的对决 小将美来丝毫没把前辈放在眼中 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 不管是体力还是身法 都不是年长的脏便能够媲美的 两人的决斗丝毫不比男人弱 毕竟他们都是职业选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脏便明显有点体力不支 被美来一招十字顾彻底征服 在时间最后的几秒钟 美来成功拿到了篮球 这场仗打得确实非常漂亮 但第四场就更有意思了 体效学霸对战韩国力气最大的男人 学霸率先冲出 但由于太过紧张 竟然错过了篮球 大胖拿到球后把他放在了身后 他只需要坚守三分钟 就能轻松赢得胜利 所有人也都认为学霸没戏了 但他的毅力却颠覆了这些人的三观 学霸竟然硬生生把大胖给翻了过来 尽管他拼命地抱着篮球 但由于姿势上的差距 竟然被学霸抢了过去 大胖愤怒地把他抱了起来 学霸想赢得心比所有人都要强烈 他要证明自己 虽然年龄小 但实力却不容小觑 随着倒计时结束 学霸奇迹般地赢得了胜利 第五场才是所有人期待的重头戏 那个在单杠测试中取得第一名 水中爆破服役15年的特种兵 他的对手又会是谁 不只是我们 就连参赛的100名选手 也在期待着这场巅峰之战